好 觀眾朋友歡迎回到我們的節目的現場 最近有一部戲 那麼它呢 這個裡面有所謂的犀利語錄 這麼非常的紅 那麼結果今天我們看到 有一個這個活動 是他們的這個劇組人員 那麼紛紛出席參加 可是呢 這個飾演第三者的這一位 這位女明星 怎麼沒有在現場呢 好 我們先來看看男女主角露面了 我們連線給記者陸儀 謝謝主播 現在呢人人幾乎都搖坎的犀利人 其實熟識率又再創新高 那今天呢 劇組是特別來開香檳慶祝 他們也表示 這麼好的成績水 他們又要再度來做公益 不過現場倒是大家呢 要他們再重現一些 裡面的經典台詞 我們來聽一下 有 我自己現在真的有一句台詞 我覺得它也是隨堂 發生內心的台詞 我是說 叫姐姐 叫姐姐 怎麼不去死一死啊 沒有 我會覺得說 我很想跟他說呢 你對別人做的事情 總有一天會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那那一位 所以受阻目 那一位今天怎麼沒有來啊 可能想說 現在這個時機不宜出現 然後免得被大家 那個公幹 所以他現在推出了溫瑞凡 來幫他擋這些劍 我想溫瑞凡也心甘情願吧 我們可以聽到 雖然劇中的這個珠心穎 也就是飾演小三的 這女藝人沒有到 但是大家的焦點 還是在投了這個小三 到底是有太 實在是太厲害了 不過接下來戲的重點呢 會發展在隨堂 還有佑聖的身上 所以他們在現場呢 也就先來展現一下 他們之間的一些感情的曖昧 還有默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隨堂 他現在是坐在佑聖身上 要讓 看他能不能把他舉起來 做伏地挺身 感覺兩人好像相處還不錯 那以上呢 就是現場最新情況 將鏡頭還給同內 好 我們看到呢 這是在今天 這個話題的連續劇 那麼今天看到 包括男女主角 都紛紛露面了 好 接著我們來換換話題 最近大家在看 這個女星梁霍師 他跟這個富豪第二代 李澤凱分手了 到現在呢 大家還在談論這個話題 可是呢 本來就說 是不是有第三者介入 但是李澤凱 他到底在想什麼呢 他好像現在哦 好像不是在跟一個 叫做Mandy的 就說傳出飛聞嗎 說他可能就是 這個女明星 有介入 梁霍師跟李澤凱之間 可是呢 又把另外一個男星 扯出來囉 他是誰 我們其實好久 沒有見到他 他是陳柏林 那麼這位男星 其實他也有 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話題性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則報導 戴著口罩宣傳新電影 陳柏林 壓根不想再談 與梁霍師的舊飛聞 接下來的記者會 陳柏林幾乎就像 不存在一樣 留下女主角 范冰冰獨挑大梁 自從梁霍師 和李澤凱分手 陳柏林的名字 就一直和這則新聞分不開 陳柏林和梁霍師 當初因為合拍電影 傳出飛聞 兩人後來又各自和 名模Mandy 以及富商李澤凱 發展感情 不久前陳柏林和Mandy 說了拜拜 香港媒體則盛傳 李澤凱和梁霍師 分手後轉投入Mandy 懷抱 分分合合的四角迷情 顯示陳柏林和李澤凱 選擇女友的品味 似乎非常接近 不過李澤凱已經傳簡訊 給媒體否認認識Mandy 而Mandy則被拍到 與另一名外籍男子 買飲料的照片 雙方似乎正在努力 撇清新戀情 傳聞拿了台幣114億分手費的 梁霍師也沒閒著 據香港明報報道 已經有片商和導演 捧著大把鈔票等她付出 更傳說她已經秘密回到香港 積極準備重返演藝圈 梁霍師的經紀人 對這些消息不予證實 強調這位女明星 現在只想好好照顧三個兒子 是否付出不在她現階段的企劃之中 總編新聞綜合報導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做的這張手版 陳柏林這位男明星她是誰呢 她的前女友或者說飛文女友 怎麼好像都是李澤凱 所屬意的對象呢 好 看一下陳柏林 就是這一位 那麼有人形容她說是小金城武 大家覺得像不像呢 好 那她 好 謝謝 05年的時候跟梁霍師傳過飛文 那後來呢 那之前也曾經跟Mandy 這位女魔交往過好幾年喔 那李澤凱呢 她好像先看上梁霍師 後來又傳是喜歡上了Mandy 不過Mandy跟李澤凱 兩個人都有否認啦 但是實情如何 恐怕就是當事人最清楚 好 若瑜是不是先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陳柏林 陳柏林我對她印象很深刻 就是她當時跟桂倫美 一起拍那個藍色大門 對不對 那個時候她跟桂倫美 兩個一泡就是串起來了 可是你大家看看現在桂倫美的身世 跟陳柏林的身世 陳柏林這幾年感覺上 比較沉寂一點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跟Mandy的這段感情 因為Mandy其實是一個 美國跟馬來西亞的混血 然後在香港做模特兒 陳柏林很早時間去香港拍戲 認識了Mandy 然後就開始陷入熱戀 然後很一頭栽進這個戀情 那段時間喔 其實在香港在台北 像我在街頭就碰過他們兩個啊 在東區216巷 就是說你在香港台北 都會經常碰到他們兩個 在高調彈琴 那陳柏林當時非常的捲入 進入這個愛情當中 就有人說她好像 因為愛情 就讓她在工作上 沒有那麼積極 那這段事情呢 一直到最近最近 剛剛看她跟范冰冰演一個戲啊 范冰冰之前跟陳柏林 拍MV的時候 就跟記者講 在前段時間就說 陳柏林分手了 就是說這段感情已經結束了 她現在應該要 跟Mandy分手了 分手了 感情應該已經過去了 應該可以好好出來振作拍戲了 那當然這個時候就傳出了 Mandy其實跟李澤凱 是不是有在 梁洛斯的這個時候介入 大家就產生了這個話題 因為其實Mandy 她其實在香港做模特兒的時候呢 因為李澤凱有投入 香港跟台灣的演藝的事業 那她本身有一個NOW電視台 NOW電視台是一個 Cable的電視台 有線電視台 在香港 那這個有一個節目呢 是Mandy主持的 所以等於說 間接來講 李澤凱是Mandy的老闆 Mandy老闆 然後大家也說 其實Mandy這段時間 就是說李澤凱跟她有 過年時候有傳簡訊啊 什麼的 就發現就是說 好像是 李澤凱的新歡是Mandy 好 那這個 大家就說 這四角戀情 為什麼 因為2005年 陳柏林當時跟梁洛斯 梁洛斯還沒有紅的時候 拍過一個叫 從不知的電影 青春愛情片 有傳過緋聞 但這個緋聞是真的 還是說未戲宣傳不得而知 但那個時候 梁洛斯跟陳柏林 也是連在一起的 那後來陳柏林 就是跟Mandy三年 那現在她跟Mandy分手了 Mandy又傳出是 介入梁洛斯跟李澤凱之間 所以大家就講說 其實李澤凱喜歡的女生 梁洛斯跟Mandy 都跟陳柏林的品味很像 就有這個說法 就捲入了一個四角的關係 最近可能也就是因為李澤凱 所以才會傳這麼多的新聞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家要問 現在大家要找這個李澤凱 跟梁洛斯到底為什麼要分手 只有任何蛛絲馬跡 大家都會拿來做文章 不是 現在不是只有梁洛斯跟Mandy 現在還來冒出一個什麼趙雅琪 對趙雅琪 這個人是好像選過環球小姐 德雅君 她是一個大陸的選美嘉莉 她不是香港的 她是大陸的女生 然後到香港選美 也是一個應該有不同身分的一個 譬如說混血或什麼樣的一個 她來選美 然後選美聽說在香港選美的時候 認識了這個李澤凱 然後李澤凱先生對她 好像也很有好感 這也是一個傳說 是現在新歡的一個人物 可是會不會只是在炒作呢 我覺得就剛講了 我們那次也講過 因為李澤凱他在香港的勢力 父親李嘉誠 在香港的勢力非常非常大 媒體不太敢得罪 但是又不能夠不去揭露 這個李澤凱跟梁洛 是到底分手的真正原因 那媒體其實很難 又要去突破 去發展 找一些線索 又不太敢 所以中間任何的蛛絲馬跡 一些小的 人家講的是什麼 小的料 流料 他們香港叫流料 就這個料不是很大的料 可能只是流水的流料 也要拿出來寫一下 對 而且其實你看 我真的有時候蠻佩服你們的影劇記者 為什麼呢 因為居然還可以把這個 李澤凱跟陳柏林 放在一起來一個PK 我們就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做一張手板 這個若與孔 他只有你能夠解釋的出來吧 因為這兩個人 到底怎麼能夠來相比呢 好 那可不可以 那個鏡頭可不可以放近一點 對對對 你看喔 那陳柏林27歲 李澤凱44歲 陳柏林是不是剩了 你現在年輕嘛 陳柏林180公分 李澤凱172公分 他也剩了 因為他是金城武的接班人嘛 一定剩的嘛 片酬六七七萬 那就輸了嘛 片酬六七萬 你把片酬拿出來比身家 你們這樣子 這個製作單位 對陳柏林太不公平了 對 片酬輸了嘛 這太過分了 這個片酬 片酬養誰都不死 好多個零啊 對 你要哪一個女生 要養那個李澤凱的女生 養不起來對不對 對 藍色大門 串紅 自創潮牌 那這也輸了嘛 李澤凱都已經進入整個 除了是銀科主席 整個家世的話 他都進入了香港的演藝圈了嘛 然後緋聞的話 幾乎平手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 陳柏林這邊都是圈內的 圈內的女明星比較多 可是早期其實李澤凱 全都是圈外人 其實他這邊寫的還 從下面以後 之前他七段 而且他的女生的都很高 學歷背景都很高 律師 法官 NHK首席記者 他在認識梁洛斯之前 他交的女朋友都非常的有品味 而且都是非常的 色經地位都是一流的 後來現在還在轉變 梁洛斯跟Mandy 才進入演藝圈 是 有後來講一講 我覺得是不是他會算客氣的 蛤 你知道嗎 那個李澤凱啊 你說他身價400億 哪裡只有400億 等他爸爸 紅一豆腐之後 開玩笑 他的身價上千億 那個都有啊 所以我覺得 不是啦 因為 欸 我講慫一點 就是 實在是後面那個 港幣太帥了 所以他會不斷的換 那陳柏林是自己帥 我覺得這樣比的話 對陳柏林 是不公平的 對啊 如果拿647萬來比 太過分了 好 可是這個 若瑜還是要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我覺得真的就是 太會做文章了 我們看到有這個最新的 這個香港媒體 他們怎麼報呢 居然說 呃 古天樂他是小三 那大概就是指說 欸 梁洛詩是不是對他有心疑啊 喜歡了這個古天樂 結果不是 說是李澤凱的小三 這個我們真的是看不太懂 這個是 我覺得其實我剛剛講了 這個事情啊 香港一定要爆料 可是沒有料爆 就留料 什麼事情 一定要拿來寫一下 那香港演藝圈 其實非常會影射 就是說所謂的 男女通吃這種事情 就是藝人啊 或者是這些企業家 也許藝人是男女通吃 也許是企業家 包男包女都有 所以現在講說是 李澤凱包古天樂 但是以我對古天樂 性向的認識啊 我跟你講古天樂 是個很花心的男生啊 他很花心 他每次來台灣工作 他都要很花心 但是問題是 有沒有可能花心之餘 被李澤凱怎麼樣呢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演藝 香港演藝圈 很多的男明星 包括 這不能講 包括什麼四大天王啊 那些的 這裡面早期都因為工作 因為想要進階 而嘗試過別的一些狀況 就是女生之外的狀況 是不是大的老闆 或怎麼樣 是包養 或是給予什麼 晶圓或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也不是香港 這全世界演藝圈 可能都有這種情形 基努李維在好萊塢 不是也被傳是被 哪一個大 有一個那個三 好萊塢夢工廠 三大巨頭 其中之一個人包養 也就是說其實 娛樂圈裡面 很多這種狀況 那至於李澤凱 會不會這樣子呢 其實我剛剛講了 因為流料 因為沒有料 一定每天要製作新聞 因為這個新聞 真正怎麼樣的原因 他們簽了保密協定 大家不知道 所以每天有任何的蛛絲馬跡 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就要來寫一下 不過古天樂 他還大方回應 他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 他說不是事實 對 有的人是不講 有的人根本就避而不談 那古天樂是願意談 我覺得那是因為他很花心 他是個喜歡女生的男生 好 可是這些人 會不會其實相對來講 他們可能也會暗自竊息 說你看我又上報了 對不對 老師 這個有這個效果 我當然覺得 有這樣的一個這種效果 所以藝人 其實就我們的理解來講 不管是正面新聞也好 或者是負面新聞也好 只要有上新聞 你不把我的名字寫錯 我就贏就對了 我就得分就對了 比如說你看 我們剛剛做那個PK的一個版 陳柏林說不定 他就會在臉書裡面 或是在微博裡面 寫一段話或是如何 好 也就是說 這個議題被討論出來之後 那相關的一些藝人 他又會搭著這樣的一個議題 去進行一定程度的一個操作 這是我們對影劇新聞操作的 一種相關的一些方式 但就是說每次為了吸引眾人 這個觀眾的一個目光 我們總是會把所有的影劇新聞 就像剛剛麥哥所講的 把一些相關一些小的流料 都把它加在這內容裡面 主要是希望能夠建構出一幅 就是治狀圖 我們剛剛也看到治狀圖 而且那個治狀圖 就我們的一個理解來講 越像軍閥混戰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那種感覺 越讓人看不懂 對對對 越讓人看不懂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新聞 因為在臺灣的一個顯著性 感覺不是特別的大 因為香港的一個富豪 畢竟跟臺灣的一個觀眾 他有一定程度的距離 也就是說 接近性可能不是特別的高 所以我預期就是說 這個新聞大概兩三天之後 可能會慢慢盪下來 好 休息會進網告 馬上回來